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宇宙视觉 红宝石、蓝宝石在地球上属于奢侈品 多少人趋之若无 但绝大多数人却终身无缘拥有 据科学家们推测 离我们地球不远的地方 很可能有一颗闪闪发光的童话般的超级地球 上面布满了红宝石和蓝宝石 当然,这里所说的不远是指天文学距离上的不远 事实上,它离我们极为遥远 至少凭我们现在的技术 它完全就是遥不可及的存在 我们没有任何企及的可能 这颗超级地球被称之为HD219134B 位于先后座距离我们约21光年 由于一种特殊的形成机制 它很有可能没有富含铁的核心 而有着更多的钙和铝 因而可能是一颗蕴藏着大量宝石的星球 苏黎世大学计算科学研究所天体物理学家 卡罗林·多恩领导的团队对它进行了研究 这颗星球的质量几乎是地球的5倍 尺寸是地球的1.6倍 HD219134B可能有一种抗拒生命的恶劣环境 在它的固体表层聚集水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尽管它的主恒星比太阳凉爽 比太阳的尺寸小 最令人惊奇的是 它的一年只有我们的三天 这意味着它离母恒星非常近 三天就会运行一圈 科学家们认为 正是这个匪夷所思的特征 让这颗星球盛产红蓝宝石 令人垂涎欲滴 原来恒星系在形成时 太阳之类的恒星会被一团气体和尘埃包围 形成圆行星盘 而地球这样的行星 就会由这些圆行星盘中的剩余物质 逐渐凝聚起来 通常情况下 这些行星会在富含铁、铭和硅的地区形成 具有和我们地球相似的物质成分 然而在靠近恒星的区域 由于天气暴热 钙和铝成为行星的主要成分 而几乎没含有任何铁 这意味着 它们可能成为人类梦寐以求 遍地都是宝石的地方 不幸的是 即使HD219134B近在咫尺 我们也无法从它那儿获得任何宝石 相信没有谁会去到这种地狱般酷热的星球采矿 而且由于它缺乏铁元素 不可能形成像我们地球一样的磁场 加之其离恒星非常近 可能任何措施都不足以保护到那儿去采宝石的人的安全 你还没看到宝石的影子 估计就被恒星的射线射得浑身是矮 死于非命了 这项研究发表在12月18日 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 假如你真的成功登陆这颗星球 你会给地球人发一句什么问候语呢 是不是这句你家里有矿 了不起呀